中央社尼巴嫩·贝鲁特23日综合外电报导 叙利亚人全瞭望台组织今天表示 伊斯兰国IS本月在盖尔亚停证杀害了128人 原因是怀疑受害者与叙利亚政府合作 政府部队目前已从伊斯兰国手上夺回这个区域 法新社报导 总部位于英国的叙利亚人全瞭望台组织 Syrian Observatory for Human Rights负责人阿布多拉曼 Rami Abdel Rahman表示 在20天之内伊斯兰国报复兴杀害了超过116位平民 指控他们与政府部队合作 另去录透社报导 这个组织表示 镇上遭处决的人数多达128人 盖尔亚停证 Al-Kariotain 位于荷姆斯省Holmes 中部圣战分子原夺得此镇控制权 但三星期后 叙利亚军队便于21日收复盖尔亚停镇 伊斯兰国于2015年首次占领盖尔亚停镇 但在去年败给由俄国支持的叙利亚部队 失去对此镇的掌控权 阿布多拉曼说 政府21日夺回这个城镇后 居民便在街道上发现受害者尸体 有些被击毙 有些遭刀斩处决 他说上月对这个镇发动攻击的伊斯兰国战士 大部分都是沉睡细胞 Sleeper cells 他们本身来自镇上 知到哪些居民支持或反对政权 他表示 大部分处决发生在伊斯兰国再次失去这个城镇的前两天 译者中央社权乃于1061023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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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い中共真正能发现